所以今天的代码量不低 今天代码量不低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游户管理系统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先把这个上来 是 这个Redmin.txt是我们的需求温暖 那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新建一个加上project 叫ddbc学习 刚按例吧 可以吧 我们给他给个案例 来 finish 在这个案例里面 我应该改名字 我下一次 咱们下一次 这次就算了 下一次我在签项目的时候 前面给他加01杠 要不然他这个顺序是不是乱了 但你不要看这个顺序 这是我工作空间的 你看代码看这个 看到没 这是我们讲科主义的代码 名字是不是都写好了 看到没 你看的是这个 这是我工作空间的 下次我们工作空间的给他改下 好了 我们进去 那gdbc案例第一步的话 先kendle文写个field 是不是先把加班拿过来 加班里面的话 我们找个kendle文 出去拉倒就行了 好 那这样的话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做一个new一个field 叫员工管理系统需求文档 把这个redminer tnc拿过来 放到这儿 看准备 来 打开 很详细 看到没 看到没 当然了这个log日志你先别看 这块我们是不是还没讲啊 下面是法制的 我们要看的是前面这个 项目功能 叫名称 叫员工管理系统 功能 第一 叫查询所有员工 没毛病吧 第二个叫按照编号查询 三个 添加一个新的员工 更新员工 删除员工 是不是就是增删盖查 没毛病吧 好 项目技能 第一 使用gdbc访问 什么分层开发 这些我们先不说 什么log扩展 提取 使用反射 这我们是不是还没讲啊 但是我们今天讲完之后 我们讲了log包机 讲完反射 再次进行修改啊 但是我们先使用 我们目前的技术 来写一下这个项目需求 那这样子来做的话 首先来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看完数据库 表已经有了 员工管理系统吧 我们不有员工表吗 不是这个吗 是这个吧 这不员工表吗 是这个意思吧 好 那我们来做 那在这个位置呢 我在这个这叫需求文档 那我在这个需求文档的下面 听中文 我再写个view 我写一个叫 员工dmp.tst 这个tst 是我们根据这个需求来走的 来看好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呢 我们叫员工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 啊 功能 我们功能分析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叫查询 所有的员工信息 还有一个叫根据编号 查询 查询员工信息 还有一个叫 是不是叫更新啊 也就是什么 是不是修改 叫修改员工信息 但是我们这个修改员工信息 它是不是没有给出来 我们要具体的修改信息是吧 那在这个位置我们就给出来 比如说我们就修改什么呢 给我们一个大的权限吧 我们就修改钱吧 seal seal是不是工资 可以吧 或者这样吧 修改名行不行 可以吧 那就修改名 修改员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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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叫 新增 员工信息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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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表 应该叫员工信息表 员工信息表 员工信息表 我们已经有了 是不是叫EMP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好 下一个我们要做的叫 成功 是 成功 语句设计 我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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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Prepare statement 对象为基准 明白吗 你老师 那我就想用 stamping 行 没毛病 听懂了 当我们上课的时候 以Prepare statement 对象为基准 好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写 叫修改员工信息 修改员工信名 这个所有语句 我们是不是已经写了好几遍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写的叫 update EMP set ename 是吧 等于什么 问号 where EMP number 等于什么 问号 然后 新增员工信息 叫 insert indoor EMP values 你新增的时候 我们新增的员工我们知道 我们员工是不是都有员工编号 是吧 就不用序列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地方我们 他写的是不是叫EMP number 我们每次进公司他是不是都有这个 能懂吧 那老师我想给他序列号 序列化行不行 行 那你序列化的起始值应该是谁 是1吗 不是 你的起始值应该是这个 比他大一应该是793 能懂吗 听懂我意思没 是这样来做 但是我们就给他写死就好了 value 还有货号 这个是问号 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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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来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是吧 嗯 还有一个 够了吧 好 叫删除员工信息 好 我们来删除 叫delete from EMP where EMP number 等于什么 问号 看懂了没 好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是不是就是功能开发了 那功能开发按照我们目前来讲 所有 所有的 关于数据库操作的东西 是不是封装成功能类 这是不是要提取的 我们这几天是不是一直 从昨天我讲了 这两天 从今天开始我是不是就一直开始提了 为什么 今天是不是又说了好几遍了 你 老师我不想提出来 我想都写一起行不行 你调用和都写一起有区别吗 没区别吧 调用是不是方法跳进去执行 没什么区别 但是提取出来 会让我们减少代码的容量 所以那第一步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叫创建 数据库 操作 工具类 为什么要操作 因为可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同的数据 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操作 是这意思吧 所以我们得提取出一个这样的 不是工具类 是功能类 是这意思吧 然后 是不是创建 程序 入口类 哎呦 我们那是不是太死的慢 就行了 掉就行吧 所以呢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进行设计开发 能跟上吧 注意听 打起精神来你别走实啊 千万别走实 因为你一走实 五分钟你不跟 可能一再往下跟就 其实挺背劲的 应该按照 大家不都有走实的经验吗 对吧 应该挺丰富 所以你别走实啊 我老提醒你们 因为啥 因为我 因为我上课我敲电码的习惯是 虽然我手在敲 但我眼睛是往前看的 眼睛是往前看 我一看你这个眼神就不灵活 没有灵性 那你这个就 走实了 好来我们接着来啊 那这样的话 下面我们在SRC下面 Kindle1 我们写个叫PA 我是不是要创建个包 叫看目点 北京上一堂点 那包的命名怎么来命呢 我们是不是叫EMP是吧 所以但是我们这个包名 以后都叫Daw 是不是AMPL 是不是都是这个包名 固定的啊 Kindle1 CLA 那这个里面我们是不是写个叫 EMP Daw AMPL 是这意思吧 能看懂吗 好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无外乎要写几个方法 第一个叫 查询 所有 员 所有 员工 信息 再来一个叫 编句 编号 查询 员工 信息 再来一个 哦 添加 添加 员工 信息 再来一个叫 修改 员工 信息 修改 员工 姓名吧 你这么去吧 然后再删除员工信息 可以吧 是不是有这样四个功能方法是吧 还有 还有 这四个功能方法 比如说我们根据编号查询员工信息 这个编号是不是谁掉 谁传餐 是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把删除写死了 要不然你这个方法怎么掉 查的是不是都是那一个人 还是你记住 我们数据库操作的这个功能类里面的方法都是这样的 第一 参数不能写死 谁掉谁查 第二 查到什么更改了什么 把值直接返回过去 至于拿到要干什么 是调他的事 谁调他 是不是谁处理这个结果 能明白吗 那这样子来做的话 我们在这地方叫查询所有员工信息 那我们来 还不累了 返回应该什么 查询所有 是不是array list 是这意思吧 那应该是一个array list 那我们list里面存的是不是应该是员工类 一个表是不是就是一个类 你有这个类吗 现在 没有 所以下部还要再干个什么 再创建个包 Kindle 1 PA 叫come.北京商业堂点什么 抛酒 在这里面 Kindle 1 CLA 来写个叫EMP 就是有个这样类嘛 这个表名嘛 对吧 来 在这个位置我们写个叫private in emp 那么 private stream e name private stream 叫 private int mgr 啊 嗯 嗯 privat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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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导错了 是优调的 啊 你别导色扣的啊 是优调的 data 啊 那在这个位置在private 啊 嗯 double sale 公司吧 嗯 这个private double comment 奖金是吧 private int dpt number 部门编号 谢谢吧 好了 反正都像这样写在马上去超级防征吧 自动生成是吧 ok 那这样的话这个尸体类我没写好 那在这个位置查询所有员工信息 返回的就是这样了 public dory lis 监控号 emp 了吧 然后叫 比如说叫sel all emp info 可以吧 嗯 那这样的话在这个位置第一步干什么 还加载驱动吗 我们封装之前的步骤书是就这样写的 我还是得写一遍吧 假设我们没有封装 这部书叫加载驱动 再下部叫获取 连接对象 再下部叫 创建 sircle命令 别对象了 我要用preparestatement的对象 他俩是不是正好倒的 嗯 再下部这个地方是不是叫创建sircle命令对象 再下部叫 给站位复复复 不是 你 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是不是以这个 以后我们讲 我不知道今天讲preparestatement 以后是不是都以这个为基准 所以你记流程 记这个就行了 因为sircle命令对象 我们讲啊 用的是不是次数少相对 你把这个流程一定要记住啊 给站位复复复复复 再下部是不是叫便利 便利 便利 查询 结果 再来一步 关闭 资源 返回 结果 您看怎么办 嗯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写好之后 在上面还还少一个叫圣经什么 集合对象吧 没毛病吧 好 来我们现在把报道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写好 首先 这一块 我们没封装之前是不是全手写 对吧 我们封装之后这一块 是不是直接加载驱动没有了 直接是不是就只有过去连接对象 什么就行 嗯 那明白吧 那过去连接对象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要有一个报教机 什么 叫看不点 北京让他躺点 U调吧 那U调在哪 上几个是不是封装好了 把它直接拿过来 我再敲一遍 不可能 那得多浪漫时间 DV点Properties 看到了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写啊 我release的 建口号 emb release的吧 等于neur release 是不是就他了 好那在下面我们再走clag con等于tdbc td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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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 应该少一步 这不叫执行 cicle 叫result result result set rs等于ps.execute query 能看怎么办 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异常 补还是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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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sicle运行异常 你抛出去 我钓这个的人 他能 他怎么解决 这是不是他相关的异常 能懂吗 sicle运行异常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需要干什么 补 我要写就写全的 注意看啊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补了 能懂吗 那既然这个地方我要补 最后我不知道关资源 是不是得用它 所以这个得在哪上面 那边 是不是得在外面 能明白吗 我得在外面上面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干脆 全扔进去得了 可以吧 那这样的话 上面声明集合对象 在上面我再来一个叫声明 gdbc 对象 自动 Coin 这个一个 result set 一个 等于 那 等于 那 等于 那 好 上了 能看怎么办 我不是揣了一下吗 揣了一下我把代码都放到揣里面 是必须得这么写 能明白没 好那在这位置再下面 是不是就是便利我们的查询结果 好便利查询结果这一块 我们就写个叫well 然后如果便利一次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创建一个什么对象 是不是创建EMP对象 那这个地方我们写个叫EMP 这个P吧 等于P 这个地方我们写了吧 叫P点SET 第一个是不是叫IN SETEMP NUMBER IS.GET IN 创建一下叫EMP NUMBER P.SET INEMP NUMBER IS.GET SET E NUMBER P.SET E NUMBER P.SET E NUMBER 下面什么叫 叫过是吧 SET 叫过 P.SET MGR Rs.GET Rs.GET MGR P.SET MGR DATA 是吧 RS.GET GET MGR 叫 MGR P.SET GET CE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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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get double cell p.set common rs.get double p.set dbt number rs.get in dpt number 有没有觉得很痛苦 从我们学完你会发现这有没有技术含量 有吗 你要是理解了这些话是干什么的 你会发现是不是一点点的技术含量都没有 如果这个表里面万一有20个字段 那你简直爽得飞起 为什么呢 20个字段就写20个呗 那你看好 这是根据什么查 这是不是查询所有 你是不是写了一遍 来下面还有一遍 你是不是这一块又得再写一遍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一块会特别酸爽 那老师能不能让我变得爽一点 可以等学了高级就行了 好来我们接着来 这块没办法 目前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只能手写了 能明白吗 只能手写啊 所以在这位置我们写个叫 例子的点什么 GDP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叫翻的来 叫GDPC U条.close Rs PS 关闭资源 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 Retain List 太阳了 能看懂吗 嗯 这不是RetainList的 嗯 嗯 嗯 没毛病吧 但是 我们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给它优化一下啊 它怎么优化 这块 那 把这个List的复制放在这一块的 下面 能看懂吗 能看懂吗 嗯 如果这句话执行报错 说明它就会是什么值 No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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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一下 好 这个是我们查询所有 是不是就这么写 能看懂吧 嗯 再下一步 根据编号查询员工信息吧 好 来 我们根据编号来查一下 就PS Apple 一个 返回 根据编号查询 返回一个什么就行了 EMP 是不就行了 嗯 叫SEI EMP INFOR BAP EMP M 它这里面接触几个参数 一个吧 是不是EMP number 是这个意思吧 嗯 好 那在这位置我们写第一步干什么 和上面一模一样 和上面一模一样 就是后面加个wire 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少吧 少吧 就返回值不一样吧 嗯 我说基本上是不是就在这加个wire 就拿走了 嗯 能跟上吗 嗯 注意听 注意听 嗯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算了 我收写吧 嗯 GDPC变量吧 来 我们这个地方再声明 就是EMP对象 然后再来 有加改去的吗 没有了 是不是直接获取链接对象 链接 链接 对象 再来 创建 Sircle命令 再来 嗯 获取 Circle 命令 对象 这个是不是就有给站位复制了 再往下是不是就执行Circle了 再往下是不是就变列 结果再往下叫关闭 资源再往下返回 结果 是这意思吧 好 来 声明GDPC变量 来 来 collection C1等于 no prepare sermint ps等于什么 no result sets is等于什么 是不是no 然后 怎么办 在这个位置写个EMP e等于 是不是no 我是不是先声明个no 查到了我是不是再复制啊 来获取链接对象 这个这个往下 这个这个往下 是不是你直接就直接揣去好了 直接揣去就好了 是往这一蹬 能看怎么 啊 你直接揣去就行了 那在这个位置啊 来我们写下 那 c1等于 gdbc u条点 盖 他 一个 sling cycle 等于 slack的 新 emp sing from emp where emp o 等于 文 是这意思吧 然后 ps等于 gdbc sing sing pnp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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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便利结果 while 如果有NAS 那就E等于NU 是吧 没结果你给它复啥值啊 是不是就不要复值了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写个if就行 就一条 你要么没插着 你要么插着了 就插着一条 你们老师 万一插到两条呢 那你就表有问题 你用主件插 插出来两条 你先说你怎么插进去呢 你现在是不是有两条出去的主件一样 对吧 所以是不可能出现两条的 听明白没 你要么就插到了 要么就没有 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 那上面这块是不是一样 这块我复制了 哇 这块写得太费劲了 改这 改 改这 哎 记得如我 你别想着把下面都改成E 那多难改 好 来 我们再走 那下面这一块是不是就完事了 能懂吗 好 完事之后呢 我们关闭资源呀 返回结果呀等等 那在这位置我是不是写个叫什么 翻出来吗 翻出来 大括号 写个叫 gdpc 有点点 有点点 close 啊 rsps tn tn 反复结果 rtn p no 咋子 rtn 不一样吗 我这不是给了吗 我这不是声明了吗 如果这执行成功的时候 它不有值吗 对吧 然后我直接RTMP 你要么没有 没有的话不是RTMP还是那吗 对吧 道理是一样的 能不能跟上 注意听啊 所以到这块这两个方法 是不是就声明好了 那这下一步就是什么了 是不是叫添加员工信息 然后这是不是有修改员工信息 是不是要删除员工信息 那添加员工信息这一块 添加员工信息这一块 我们不能用那个SDOML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有个DAT类型 DAT类型是不是得转 能明白没 DAT类型是不是得转 也行 我们转弯再给它扔进去 行 那写吧 POPLEG 返回是不是印它 能懂吗 返回是不是印它 是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写 就insert EMP infor 大括号 接收几个参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吧 是不是接收八个 声明先看的话写起来太费劲 我直接给它个对象好吧 可以吧 我把这个地方 是不是直接封一个对象 是不是就行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 接收的参数就是什么了 是不是就是EMP E就行了 能懂吗 好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这样的选 其实也挺费劲的 因为你得写一点 GET你得写八个 能懂吗 反正你怎么着它都费劲 你八个就一个也少不了 我们还是盛名嘛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等会儿 是不是还少动装一次 应该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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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连续不能导啊是对的吧 然后这套 哈瑞 对他 我们是加华油条类型的啊 然后 大博 塞尾吧 然后 这个还有啥 大博 也是 还有一个什么 哇这个简直爽得非奇 有没有 看走了没 好那下步我们这个添加就贼爽 添加嘛所以第一步是不是直接什么了 参аты 继续拉倒了吧 来我们直接��cycle 等于双一号 insert into emp values 括号 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类似吧 然后再来一个叫 int i 等于 gtbc utile.isqt dml emp number 除了这一块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这个库里面存到时候 是不是应该是个 data 类型 我们库里面的 data 是什么 data 是不是 java.circle data 能懂吧 你这个是什么类型 是不是 youtube data 他俩是不是同一个类型 能明白没 库里面 我再说一遍 你就算是 set of object 你就算是 set of object 我们传的 data 类型是什么 我们应该有个东西是不是叫 instance of instance of这个关键词是干什么的 判断你是隶属于哪个 你是不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是不是判断你所隶属的引诱类型 对不对 就算我写个object object 是不是可以接收任意类型吗 不是 但是你给我传的是一个 data 类型 我用一次dif一比 你觉得它比出来的 如果我要这样比 我比这个的话 我比这个的话 是不是返回知识数 如果我要比加瓦.circle.data 是不是就返回方式了 所以我们得需要做个事情 我们这个库里面表里面的data类型 对应的是加瓦.circle.data 懂吗 但是我们加瓦程序里面要运行的data类型 它用的是加瓦.util.data 懂吗 那么如果你想把一个加瓦.util.data 给存储到数据库 它俩是不是得转 听懂了没有 所以在这个正式之前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得有个动作 是将这个这个这个 日期转换为 加瓦.circle.data 是不是连行 这个怎么转 我们就这么想 我就不倒破了 加瓦.circle.data 哎 算了写下吧 你写个data d 倒包 哎 倒错了 已经有了 我就不信了 等于 nil 他 括号 那看懂吧 你看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在nil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双一号一样 你看nil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个浪 类型是什么 是不是浪 嗯 能懂吗 这个浪怎么来进行写 写个叫 harry 就是 data 点 什么玩意儿 点 gat time 我再点一遍啊 点 这个 gat time 返回值是什么类型 浪吧 转没转 这个返回值是不是浪 嗯 是不是把日期转成啥了 是不是浪 嗯 这个接收的是不是浪 嗯 所以这是不是加了cycle 吗 能懂吗 嗯 我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把一个cycle utile data 是不是转成了一个cycle data 嗯 听明白没 嗯 好 那现在这这句话是死的 懂吧 啊 这句话是死的 那这地方我们把enp number 认进去啊 多号 一年吗 多号 叫吧 多号 ammojr 多号 谁啊 d 多号 sale 多号 还有谁啊 cummo 多号 dpt 那么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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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句话能明白吧 这是不是我工具吗 你们别 老师你别 非得我们讲完之后 你非得让我这么写你才能看懂 那我们这个封装是不是就没啥意义了 那这样我们接着封装 你看我们这个封装 是不是接触一个色透语 接触一个可编参数 是不是也是循环负责值吗 不是 给你自己写好有区别吗 没区别 能明白没 没啥区别 好 我们接着走 那再接下来修改原工姓名 那就public 这个地方写说int up emp 括号 那你就接触什么 第一个你是不是sitrin new name得有吧 int emp number得有吧 是不是这俩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写这个地方 tbc tbc 有点 叫 叫 updata emp sit e name 等于问号 vr emp number等于问号 new name 逗号 emp number 好了 能看懂吗 我合一句了 可以吧 然后那个 你看这俩都换位置吗 再说一遍 这俩的位置是不是和问号对应的 你别乱换 因为我们这个语言 我们封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根据 这个位置 它的位置是做的便利 这位置你不能乱换 就这样子 那在这个emp number 再走 删除原文去行 public in pr emp 印 emp 在这里面 直接return gdpc 优效点 它 放一号 delete from emp where emp number 等于问号 这就是一个值 emp number 能看懂吗 感受一下 我们功能点没写 但是对数据库操作的是不是写好了 你注意听 我现在写代码的流程 完完整整就是你开发流程 懂没 我们开发的时候都是倒这些 什么叫倒这些 就是我们不是先把功能都说明好 根据功能是不是再去写库操作 我们都是先写库的操作 这些完事 然后再去写功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一个很坑的事情 就是 色口语句如果一改 你前面写代码就全废了 听明白没 核心是不是色口语句是不是业务的直接体现 那色口语句改了 那所有依赖于这个方法的东西是不是全都废了 所以我们倒这些有个好处就是避免这样一个问题 你挣这些 你要挣这些什么 怎么叫挣这些 就是你是不是先把这些功能是不是写好 然后是不是再去声明数据库操作 然后是不是再去掉数据库 这叫正这些 我反这些是怎么写 我是不是先声明这一块 然后是不是再写这一块 就避免一个什么问题呢 避免一个这样的问题 什么呢 避免就是当你这一块写好了 你写着写着数据库操作的时候发现 写错了 那就意味着你要改 前面这是不是白写了 听懂了吗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操作相关的这些 现在是不是都搞好了 那明白呗 尤其是这一块 增山杆这一块 你好好琢磨一下 看懂了吧 增山杆这一块 好好琢磨 好好琢磨 而且这一块 这一块主要是可能我这么写 因为这两天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是自己熟悉 我突然今天封装了一下 然后讲案例的时候 是不是得教大家怎么用这个封装 你可能会觉得思路有点跟不上 明白 但是这不算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是这一块 你代码你是不是还没敲 懂吧 因为你还没敲 但是你现在就记住 我用这个方法 扔它扔它 是不是就好使 因为我们 你要明白一个这样的道理 就算是这个工具类虽然是我们自己封装的 但是以后我们开发的时候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工具类 你总不能碰见一个工具类 就得看一面圆满你才会用吧 你买个电视机 非得把遥控器拆了才会看电视 那也没这么干的吧 听明白我意思没 你要记住我们加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封装 所以以后你会遇到各种各样 已经封装好的东西 比如说 你在学初级的时候干嘛不把加瓦的原始代码看一遍 那GD开封装了那么多类 你用的时候咋不看一看 你咋不看得儿的一次底层呢 那你现在会不会用 会用 那你咋不看看呢 原码有吧 加瓦是开源的吧 那你咋不看呢 看不懂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该用用 所以更多的时候 我们工具类封装好之后 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需要记住它怎么用 具局怎么来进行封装的 每个人是封装方式不一样 懂吧 但是我们讲课 只要涉及到的封装 都得必须会 为什么 因为要培养大家封装的思想 都明白没 好 那这样的话 这节课我们把这个电板都说明好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开始写不能了 这是酷的操作是不是完事了 嗯 嗯 嗯 从到地儿了 嗯 就是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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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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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